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使用安卓的手机怎么样在远距系统里面主持一个会议 那首先一样你要先找到你的Rune的App,然后把它打开 那我们在主持会议的时候 主持会议的时候会需要有主持人开会议室 那主持人开会议室的时候就是点选左边的开始会议 那当我们点选开始会议之后 在点选召开会议之后 那你的会议就会产生一个会议室的号码 就会产生一个会议室的号码在上面 那所以你只要把这一个号码告知 告知你的要开会的人 你用LINE的群组或是用电子邮件 其他的方式告知的话 他们只要有这个会议室的号码 就可以进入你的会议室 那我们把这个会议室输入一下 稍等一下 好,如果有人加入呢 这边就会有出现 就会有人登录的画面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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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